要有想著完美的念頭 病痛沒有辦法在一個擁有和諧思想的身體中存在 要知道一切都是完美的 當你觀察的是完美 你就會召喚它過來 人類所有的病苦 包括疾病、貧困和不幸 都是起因於不完美的想法 當我們有負面的想法 我們就和與生俱來的權利做了切割 要做出這樣的企圖和宣告 我要想著完美 我只看到完美 我就是完美 我要將所有的僵硬和不靈活 全部從身體裡除掉 只專注在將自己的身體 看作有如小孩般的靈活和完美 所有僵硬和關節痛都消失 我每一晚都是這樣做 老化的信念就在我們的心裡 根據科學的解釋 我們在非常短的時間裡 就可以重獲一個全身的身體 老化是個局限的想法 所以將這些思想從你的意識裡釋放 要知道無論你心裡記得度過多少次生日 你的身體永遠都只有幾個月大 下次你生日的時候 對自己好一點 將它當作第一次生日來慶祝 不要在蛋糕上插滿六十支蠟燭 除非你想將老化召喚過來 很不幸西方社會對年齡越來越注重 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年齡這件事 你可以用想的 就達到健康的完美狀態 完美的身體 完美的體重 以及永住的青春 藉由不斷去想著完美 你就可以將完美帶進生命裡 巴馬普克特說 生病的時候 你如果聚焦在病痛上 又與其他人談論這些病痛 就會製造更多有病的細胞 要將自己當成 是活在一個健康無養的身體裡 病痛的事 就交給醫生去處理 人有病痛 事常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一直與其他人談論它 因為他們 經常都在想著病痛 所以用言語表達他們的思想 如果身體感到微揚 千萬不要去談論它 除非你想要得到更多的不惜 要知道 責任是在你的思想上 要盡量不斷地跟自己說 我感覺很好 我感覺真的很好 而且要真的去感受它 當你感覺不太好的時候 如果有人過來問你感覺怎樣 就要覺得感激 因為那個人提醒了你 要去想感覺良好的思想 說話的時候 永遠都只說你想要的 除非你認為你可以 如果不是 你是沒辦法得到任何東西的 認為自己可以 就是在藉著思想做出邀請 如果你聽其他人 訴說他們的病痛 你也等於在邀請病痛的到來 在聽的時候 你就把全部的思想和焦點 放在病痛上 而把全部的思想放在某個事物上 就是在請求他的到來 所以聆聽他人 訴說病痛 絕對不是在幫助他們 只會增加他們病痛的能量 如果你真的想幫那個人 那就把話題轉向美好的事物 如果你可以的話 如果不是 就不要多管閒事 當離開的時候 用你有力的思想和感覺 去想住那個人的身體 是健康的 是安好的 然後就不要再想了 麗莎尼可詩說 譬如說有兩個人 他們都患了某種病 但是其中一個人 選擇專注在喜悅上 他選擇活在可能性和希望裡面 焦點放在他應該感到喜悅和感恩的理由上 同樣的診斷 另一個人 就選擇專注在疾病、痛苦 還有 我真是不幸上 鮑伯道爾說 當地人完全專注在身體不對勁的地方和徵狀上 將會令到這種情況持續存在 除非他們將注意力從生病轉移到健康 否則 尿瘀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這一個是吸引力法則 約翰凱杰林博士說 較如月的思想 會產生較如月的生化物質 也會有較健康快樂的身體 負面的思想和壓力 就會嚴重地令到身體和腦部的功能退化 因為我們的思想和情感 會一直不斷地重聚、重組、重造我們的身體 無論你的身體已經顯現出什麼狀態 你都可以改變它 徹徹底底地改變它 開始去想快樂的思想 讓自己處於快樂的狀態 快樂是存在的一種感覺狀態 將手指放在感覺快樂的按鈕上 現在就按下去 無論周圍發生什麼事 持續緊緊地按著它 班強生博士說 將生理上的壓力拿走之後 身體就會執行它天生的功能 它會自我治療 你不用艱苦奮戰來擺脫疾病 你只需要釋放掉負面的思想 讓身體原本的健康狀態重新出現就可以了 方法就是這麼簡單 你的身體會治療它自己 麥可·帕納德·貝灰師說 我見過有人的腎臟重新長出來 癌細胞消失了 視力改善而且回復正常 當我發現這個秘密之前 我戴著眼鏡閱讀已經有三年那麼久 有一晚我在這裡查詢幾世幾年 關於這個秘密的知識的時候 我發覺自己伸手去拿眼鏡 想看清楚正在閱讀的東西 我當場停下來 發現自己做出這個舉動 令到我頓時好像被雷擊一樣震驚 我過去聽信社會上的說法 說隨著年齡增長 人的視力會減退 我見過人把手伸到很遠 才可以閱讀手上的東西 我給了自己 隨著年齡視力會減退的想法 而且將這種狀況帶給自己 雖然我沒有刻意要這樣做 但是我做了 而我知道 因思想而來的事物是可以改變的 於是 我立刻想像 自己可以好像21歲的時候 那麼視力清晰 我看到自己在悔暗的餐廳裡 飛機上面 電腦前面 可以毫不費力地清楚閱讀 我不斷地說 我可以看得清楚 我可以看得清楚 我感受到擁有清晰視力時那種感激和興奮 三天之後 我的視力恢復了 我現在閱讀 不需要戴眼鏡 因為我看得很清楚 當我告訴那些強生博士知道 我所做的事 他就說 你知道應該做什麼 才讓你的眼睛在三天之內發生這個奇蹟 我回答說我不知道 感謝老天 我當時不知道 所以腦裡什麼都沒有想 我只知道我做得到 所以很快就做到了 強生博士消除了他自己身體裡的絕症 相較於他的神奇故事 視力的恢復對我來說 不算得什麼 事實上 當時我是期望隔天視力就可以恢復 所以在我的心裡 三天不可以算是奇蹟 要記得在宇宙中 時間和大小是不存在的 治療疾病和治療面炮一樣簡單 方法是完全一樣 差別只在於我們的心 如果你吸引到某種精神 或者肉體上的痛苦 那就在心裡 將它縮小到面炮的大小 拋開所有的負面思想 然後專注在完美的健康上